各位司会长 马头山是在我们高雄 吉他内门田辽三个区的交界处 与吉他闹区只有四公里 周边有数百个平堂 真的要在马头山旁边 这边设置事业庇气物掩埋场 那这个掩埋场呢 它是零的二雷西 它的下面又有阿宫店建律营水道 在它的底下经过 那它周边有吉档活断层 冬瓜林车熊船 这些每天都爱动的断层 这地层它的行脚 就是这样充满的 就是一个地质破碎袋 就是这个地方设置有九 有九设置也埋场 28.7公顷 但是他在这边买了150公顷的骨铁 我相信他可能不会只一次一次 请就28.7公顷 如果说这个污水 不是剩下去污染到地下水 可能就是会影响我们大高雄地区 的民生用水 我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字 成就未来 我们地球只有一个 台湾也只有一个 我们究竟我在想 我们究竟我们的政府 究竟要给我们下一代什么 发展经济 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能品的健康为代价 有好的环境才会有健康的国民 台湾才会有 台湾才会有好的未来 相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对环境永续的重视 以至于最近的巴黎协定 台湾 台湾最能源产业 政策的规划 跟环境之间的平衡 我们实在落后太多了 经济的发展 必须从前端的生产制造 到中端的飞气物处理 都应该 吉利 降低对水 通气 及土壤的污染 拼经济 也要顾健康 又拼了经济 又拼到经济没有成长 却适合国民的健康 适合国家竞争力 这样子要怎么成就未来呢 我们政府 真的实在很应该重视 这一个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 我们 我们自己从五月份以来 不断的在抗 对高龙市政府 提出这个问题在指引 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说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们不要去执疑 我们政府对待我们难民 是这种态度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要去执疑 那我们要等到发生了以后 再来花更多的钱 我们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吗 这个态度 真的让我们很希望 我们在周边 我们其三四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留给下一代的 是好山好水的 能吸到一口好空气 喝到一口好水 空气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们高雄人 每天都要买水喝 水可以买来喝 但是空气有办法买吗 我们政府到底要为了财团的利益 牺牲我们多少老百姓的健康呢 我们严重的呼应说 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只有人民健康了 才会有国家竞争力 我们的经济才能够拼得出来 而不是拼经济制造了人民的痛苦 这真的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情 那我们跟大家呼一个口号 国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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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健康 爱健康 反托乌 反托乌 我在乎 我在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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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